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2018年 独立站的风潮盛行 许多卖家站在独立站的风口却犹豫不决 做还是不做 怎么做 这些问题萦绕在脑海当中 旅科讲师Vio表示 不同类型的卖家开启独立站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本文将从独立站的三种建站模式入手 给予卖家一些启发 Dropshipping模式 简单入手 无需供应链 Dropshipping究竟是什么 一个无需腾货 无需发货的网络二道贩子 再开启Dropshipping 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一 创建具有公司资质的Shopify网站 用来注册企业版PayPal和信用卡收款通道 二 若要绑定PayPal收款 至少需要有国内的公司 有营业执照 三 域名注册 域名注册很便宜 也很简单 一个100多块钱的域名 可以用三年 四 以没有邮箱 运营时会运营谷歌产品 包括接Google Console Google AdWords YouTube等 五 国外互联网的流量 主要两大平台 谷歌和Facebook 两个流量加一起 可以涵盖整个互联网80%以上的流量 但注册谷歌和Facebook账号时 谷歌只需拥有一个email账号 而Facebook可用手机 而不是电脑注册 Facebook和谷歌的差别在哪 一个是主动营销 一个被动营销 具体体现如下 一 谷歌是搜索引擎 当别人有需求时 才会在谷歌搜索框里搜索关键字 然后客户看到广告找上门 而Facebook就像朋友圈突然冒出来的广告 无需征得同意 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需求 就直接弹出广告 这是主动营销 二 被动营销转化率高一点 因为是有需求才找上门 而主动营销则是你主动给它的 三 Facebook是主动营销 假设一款产品 它觉得适合30岁以上的妈妈 受众群体 它会主动把卖家的受众群体 设置成美国30岁以上的妈妈 一旦受众群众设置精准 卖家的ROI就会高 可以瞬间起量 四 选品要测评 Facebook可以测试受众 谷歌不能测 Facebook测评 主要的运营不尽 一是选品 选品建议从这几个渠道去找 一 美国电视购物正在热锅的产品 很多都是市面上未出的新奇产品 测试出来爆品的概率大 但是对供应面有一定的要求 二 用Sky工具直接找产品选 三 速卖通新款热销品 一定时间内很热销的产品 直接用成功的几率很大 四 查德布莱恩非建品 它是通过一定的机制选出来的 二 是测评 运用Facebook广告测试 高ROI直接破量 高点几率的留下查看 但是并不一定所有产品都是这样 还有一些产品代率性问题 只要点几率极高 就可以直接留下来 多给一天时间再测试一下 看究竟能不能成效 ROI能否提升 用较短的时间 较低的成本 测试出哪些是爆款 准爆款 薄款 淘汰款 一旦是淘汰款就不要做了 及时止损 这样做独立站 或者做Facebook 加Shopify模式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亏钱 Drop视频的优缺点优点 门槛低 无需拥有产品供应链 可以卖任何人的产品 无需囤货 也无需发货 出单快 其量快 缺点 无尽的更换产品 对产品质量 产品包装 物流速度没有把控 对Facebook广告依赖程度过高 没有客户积累 复购率 品牌沉淀 但目前这种模式 非常火爆 其量很快 可以赚快钱 也很简单的方式 如果卖家没有供应链 可以快速以这样的形式开始自己的独立战 垂直战模式 精更细作 平台卖家转入垂直战模式 平台卖家怎么直接转入 三个核心关键词 一是垂直领域的产品 二是运营 三是全网营销思路 垂直战和dropshipping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想长久 必须要做自己的品牌 一为什么是垂直类产品 而不是综合类产品 或者说扑货类模式 网站如果只售卖某一类产品 对客户来说专业感更强 比如专门做汽车零配件 专门做婚纱 摄影器材等 这是垂直战很重要的优势 二对于供应链的要求相对比较低 引流更加精准 容易减少被垃圾流量的引入 垂直类网站域名 更容易让人记住 容易产生复购率 目前垂直类网站利润普遍较高 比较容易打造品牌 三 为什么需要全网络营销思路 如果走品牌 独立战真正的出海 需要有一套全网营销思维 因为卖家只卖这一类产品 需要针对这一类产品 找所有比较便宜 精准的流量引入到网站 合作模式 运营与供应链共同体 如果卖家在平台端 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客户就会主动去寻找 卖家的品牌 这时候卖家可以直接去做 Shotify网站 即可直接收割 这一部分的流量 一 独立战运营 需应品质疑 前期选择 适合本身产品的引流方式 否则很容易死 引流的着力点应该不同 如卖老年人的用品 建议在搜索引擎 或者一些专业论坛 多下功夫 二 Dropshipping卖的全部是别人的产品 现在卖自己的垂直类产品 需要有自己的品牌 并且这个品牌要有自己的所有权 或者某一个国家独家授权 要不然很容易被告 三 完善的物流体系 可以是小包 快递 也可以海外仓 但是客户体验要好 四 完善的售后服务 买价值比较高的产品 客户优先考虑的是售后问题 如iPhone产品 产品再厉害 没有完善售后体系 别人会购买他的产品吗 不会 因为价格太高 损失和风险太大了 点击查看如何用低成本 获取更多独立站优质流量 独立站站长该如何安排日常工作 获取Lio老师 更多独立站实操 精彩分享 准备